下面带给你一条有关新西兰猕猴桃种植方面的消息 新西兰猕猴桃种植者们正面临另一种猕猴桃枝干坏死病毒的困扰 这种新型帕萨病毒已经在北地传播 同时影响了全国将近一半的果园 新西兰猕猴桃枝干健康总裁Barry O'Neill就表示 人们担心帕萨病毒危害真正开始了 Barry O'Neill就说全国受影响的猕猴桃果园很可能比预想的要多 另外帕萨病毒还可能感染了金猕猴桃果园 现在种植者们正砍去已经受到帕萨病毒感染的枝干 以免花粉的传播帕萨病毒